为了靠劳你和苏珊姑娘长时间以来的操劳 双会在高阿姨那里订了一些小吃 你们也正能休息休息 为之后的复兴计划继续做准备 小秘书之前跟我打过招呼了 让我为你们准备些点心 哎呀 你先去坐下 我一会儿就端上来 会长 他们到了 老朽这副身体有失远迎 希望你们理解 所以让你理解理解 小秘书第一次把你们带到我面前的时候 说老实话 我从未有过期待 你们不过是金人像每天都会路过的好心人 我本以为解决了码头的租金问题之后 你们就打算离开了 但是 你们不仅留了下来 还说服了更多的店家加入你们 最后也说服了我 即便是到现在 我也很难想象 你们将如何竞标金人像 但 这也并非不可能 我不会怪你的 我用我漫长生命 见证过无数像你这样 寿数短暂的人类做出的奇迹 即便失败 我也会牢牢铭记你 去吧 我就在这金人像里 等着你们从丝尘宫 烧回好消息 小少爷为人工签有礼 平易近人 实在是让人很难想象 他和斯科特代表一起故事 在这之前 我总是用斯科特的形象 去想象公司的一切 总以为他们盛气凌人 手段肮脏 但现在至少我明白了一件事 公司并不只有一张面孔 前面就是斯成功 你准备好了吗 我也准备好了 在正式竞标前 我们要确认一下手头的材料 这是金人像复兴计划中 最直接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 它是金人像商业活力的证明 我们取得足够的资金 才有底气和公司共同竞标 上资味推出特色联动套餐后 来到金人像的游客数量增加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 它证明了作为美食街的金人像 在如今依然有十足的竞争力 会长收集的商铺一项调查 他整理了商铺们对不同经营理念的倾向 如今 有更多的商铺们支持金人像商会 并且看好金人像复兴计划 走吧 公开会议就要开始了 我仅代表天博司 受邀主持金人像商区竞标会议 各方代表均已到齐 现在开标评审 请各方代表提交投标文件 天博司将审核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注册资金等相关材料 接下来请中标候选人 向天博司评标审查会 解释金人像之后的经营理念 算是我安排的特别要求吧 我会给你们自由讨论的时间 希望你们能充分碰撞观点 原本应该是没有的 投标完就可以等定标结果了 但玉空大人希望我们能够好好辩论一番 这样才有机会从对方观点中补足自己 小少爷就从你开始吧 让我们听听你对金人像的规划与考虑 金人像商会的各位好啊 商会利用码头物流 不仅还上了租金 还筹集到了竞标资金 这足以看出码头的重要性 公司愿意更进一步 充分开发码头的物流效应 将金人像打造成银河文明的商业岗口 这难道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终极的金人像复兴吗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大家期望的 难道各位高呼金人像复兴 只是自我满足吗 我不相信 不对 难道不应该问问金人像商铺们的意见吗 我们可以用什么证明 这难道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终极的金人像复兴吗 金人像的商铺们可不这么想 这是从金人像各商户处收集来的一项调查 其中大部分人与商会建立了合作 并且希望能够保留现在的精英模式 其中包括同工房 家父只是个固执迂腐的匠人 不必以他的意见为参考 就算有很多金人像商户们期望如此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有远见着实 灵溪 接下来请讲讲商会对金人像的规划与考虑 小少爷将码头看作优势 但是对商会来说 商铺才是最大的卖点 商会不能脱离商铺存在 商会会把金人像打造成新罗服第一夜市 罗服第一夜市 在公司注资后 仙州罗服上处处都会建起新的商业中心 人们为什么会专程来到你的金人像呢 他们早就不在意谁才是第一夜市了 不是没有人会在意 我们就很在意 你们为什么会认为 只有继续做美食街才算是金人像复兴 因为人们需要金人像的美食街 这一点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可以用什么证明 罗服第一夜市 在公司中 人们始终会需要金人像美食街 这是金人像商会和上资卫一起做的联动活动 借助宣传礼品 虚拟购物券等等手段 前往金人像消费的游客 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还多 你看美食街在大家的心中 仍然有重要的地位 小少爷 你会投入天价的资金去建设港口 你会赶走大部分的本地商铺 去换来你承诺的复兴 但那时金人像还是金人像吗 我们想要选择最金人像的未来 自由讨论的时间结束 请双方回去之后 静候评审团消息 辛苦了 抱歉 我有一些发呆 我听说小少爷游学归来之后 比过去沉稳了不少 想必是那段在外的经历 让他得出了现在的思考 您说的没有错 我正在想 尽管现在我们对商会的决策 无比确信 但事实上 我们还是诱于经历与眼界 哦 不好意思 耽误您太久 我先回码头了 你不会觉得商会肯定中标了吧 自称主人公可还行 我才不要什么都不做干等着 我先回金人像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哦 我认识 你们来了 你们二位是被我生拉硬拽带来的帮手 我应该专程向你们道谢 感谢你们为金人像和金人像商会所做的一切 没错 你太客气了 两位对金人像的帮助居功至伟 这是应当的 最近闲了下来 有很多事情才来得及思考 会长的经历塑造了会长的判断 小少爷的经历塑造了小少爷的判断 我没有何尝不是 嗯 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想 既然经历如此重要 我应该多去经历 金人像复兴的方法 既在金人像里 也在金人像之外 我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 于是我拜托了小少爷 他帮我安排了去往比尔波音特的实习机会 不久就准备出发了 我想拜托两位 在我离开期间帮忙照顾打理金人像 会长会代替我协助你们的 没错 你们要是想继续马放货物和完成物流规划 就来码头找我吧 我将暂时告别这里 希望我能学成归来 各位再见 突然有一种事情告一段落的感觉了 想起来 最开始我只是想日行一善 吉人所及而已 没想到 我们竟然做了这么多 我其实也是发现马头闹事才去凑认了的 现在回过神来 我总感觉金人像太幸运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当然知道我们很厉害 我还是觉得金人像很幸运 虽然有过磕磕碰碰 有过互不信任 但争吵和矛盾竟然都是为了金人像能变好 这个过程中 只要有人诚心使坏 我们都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 啊 斯科特不算 那个坏家伙费尽心思搞破坏 却反倒显得像个缺心眼 是呀 玉空大人不会对破坏商业秩序的行为坐视不理的 不等我们出手 天博斯也会派人来处理 斯科特这样的人 肯定得意不了 所以我在想 这样的幸运是理所应当的吗 金人像走到现在这一步 是巧合吗 什么嘛 我书读得少 但是我娘给我讲过的道理可不少 我想 肯定是因为热爱金人像的情感 所以不同的人才会因热爱汇聚于此 才会出现不合理的幸运与巧合 对吧 哼 现在开始习惯吧 哼 虽然感慨也感慨得足够了 但金人像还没有完成复兴呢 码头的事情还得麻烦你 要是遇到什么其他困难 记得随时叫上我 我就先忙去啦 先忙去啦 你不一定的邃得啊 我还是不想让你给你带你带你带牦